今天我做了外皮焦香酥脆,那里柔软多层的丝饼 碗中放入300克面粉,3克盐,搅拌均匀 倒入100克开水烫面,搅拌成面絮 再倒入80克凉水,搅拌成面絮 揉成光滑的面团,搓成长条 切封成6个小剂子,用手团圆 搓成椭圆形,放在盘子里 上面刷上一层油,盖上保鲜膜,饧面20分钟 拿一个饧好的面剂子,撑长按扁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 在上面均匀的涂抹上一层食用油,撒上一点点盐 再像饰瓶中这样,切封成细长条 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来 两手从两头拿起来撑一下,越长越好 再从两头向中间卷起来,螺在一起 一个小饼就做好了 再用擀面杖擀成一个厚一点的圆饼 平底锅中刷油,依次摆入饼 扣上盖子,烙至底部上色,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,打一下层次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饼,外皮焦香酥脆,内里柔软多层 一条一条撕着吃,特别好吃 喜欢的双鸡收藏,感谢大家支持